近期有内地的媒体记者卧底发现了麦当劳在郑州的两家餐厅存在使用过期食材还有偷工减料等问题 麦当劳中国在13号晚间发布了公号称正在接其配合当地市场监察部门进行调查和核实 在麦当劳郑州卓越农联餐厅后厨用于制作卖垃圾腿饱的面包已经过期 有内地媒体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后厨的一名老员工 但员工并没有让记者把面包丢弃处理 而是熟练地将包装袋上的时间条剪掉贴上新的时间条 篡改时间条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需要解冻的肉类处理上 在另一家麦当劳 也出现了相似情况 甚至记者发现有多家麦当劳餐厅将超时未卖出的汉堡重新包装售卖 面对卧底记者问询有老员工反呛 你是老板你扔吗 做生意不都这样 且称职班经理默许这种涉嫌违规违法的情况发生 除此之外 多家麦当劳还出现偷工减料 烧给鸡蛋和酱料以节省成本等问题 5月13日晚麦当劳中国发布声明称 正积极配合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调查与核实 对于涉事餐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